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是要帶Shadow去看醫生 我懷疑Shadow他得了呼吸道感染的問題 因為前幾天晚上 他突然間有一天晚上就開始咳嗽 狗狗咳嗽的原因可以是非常大也可以是非常小 但他那個還蠻嚴重的 他已經是這樣子一直咳 一直咳 然後第一天晚上因為實在太晚了 所以我想說看他第二天會怎麼樣 然後他過了幾天都沒什麼事情 只不過一直會出現這種 偶偶會一直出現 然後我摸他氣管那個地方的時候 也會發現他有一點 就是帶一點小咳嗽那樣子 所以說安全起見 還是去醫院看一下 那我也提醒大家 就是有的時候狗狗如果生什麼病的話 一些簡單的你們可以自己搞一下 但是有一些你不是很確定的話 還是要去看一下醫生的 畢竟我們都不是專業的獸醫 你平時保養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做的好ok 當然如果說真正得了什麼病的話 還是去看醫生比較靠譜 這種呼吸道疾病理論上應該是很嚴重的 所以還是趕緊去看一下 不然的話 我現在去醫院看一下怎麼回事 現在是疫情期間 所以我也不知道醫院他現在要怎麼運作 所以我先去看一下 現在疫情期間 人都不可以進去 我們必須要在室外等 然後輪到我們之後 他們會忽視把狗帶進去 然後人不能跟進去 所以沒辦法 再要等吧 這就是一個不錯的訓練機會 你看 這裡有稍微介紹一下這種 canine cough到底是一個什麼疾病 然後這種疾病它是會傳染的 但是它不會從狗的生產傳染給人 但是狗和狗之間是會傳染的 不過這次是疫情期間 我並沒有帶Shadow去跟任何狗接觸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染上的問題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醫生說這種病他們也好的是挺快的 也沒有那麼嚴重 它只是有點傳染性 所以說呢 早點發現好好的吃藥 然後10天到14天一般就會好了 如果實在太嚴重的話 那大家就再帶回去 給醫生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比如說咽下血啊什麼的 只不過呢 這個在咳嗽的期間 大家最好先做好隔離工作 盡量不要讓狗狗去接觸狗狗 其他的狗 然後傳染給其他的狗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Shadow還是一個非常激動的狗 很hyper 所以這種狗呢 如果你不掌握好它的話 事情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Shadow還是一個非常容易興奮的狗 你到現在它其實都沒有放鬆下來 那我到目前為止沒有給它啊 就是下等待的指令 我想讓它自己去放鬆 然後現在有隻狗出來了 它眼睛只是跟跟盯著人家 Shadow leave it 那我會警告它一下 我就說啊 差不多行了 別過分 大家看Shadow現在終於算是放鬆了一點了 大家開始就是對這個環境稍微比較適應 所以我在這裡得告訴大家 不管訓練再有數的狗 繩子都得牽著 有些狗 它們你看那些 它們在比賽的時候 哇各種服從命令 那私底下 它們可能見到這種情況 也是這樣子會非常興奮 然後主人必須得盯好 它們會服從主人 不代表說 它們自己就會乖乖做好 狗它再了不起 也不過就是一個三四歲的小孩的智商 對不對 所以說你想想看 你有多大的心思可以讓三四歲的小孩自己去搞好自己 對不對 除非那隻狗就是很冷靜的那種狗 如果像警犬的話 你不牽好它的話 估計它就是亂咬人了 不過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警犬的問題我們以後再慢慢聊 因為警犬這個是比較有嚴肅的課題 至於為什麼很多警犬到最後都不得上衷 也不是說不得上衷了 就是至於為什麼很多警犬到最後都沒辦法被人領養 因為一般人根本不能領養警犬 至於為什麼很多警犬他們退休以後 就是都不能被領養 然後呢必須要待在哪些shelter 專門給警犬的shelter裡面 中老 因為可以領養警犬的人實在太少了 當然我說的是那種就是有 就是會攻擊人的 會咬人的那種警犬 那種收救犬犬啊 那些不咬人的 那那個是 那那個是被人強迫頭想要領養 這個課題 如果大家和大家對養這些警犬有興趣的話 我之後可以專門講一下 怎麼去領養 只不過 只不過大概率是輪不到你的 很多人排隊排上年之後打電話跟你說 你不符合條件我們不能給你領養 這也是很常見的 因為講實話那種那個身價都是上萬 因為講實話那些犬包括他們投入進去的訓練資源 他們剩下至少是好幾萬美金的事情 如果小豆在這個環境下 我給他做點訓練啊 讓他熟悉這個環境 先讓他在這個一帶稍微穩一下啊什麼的 他會穩定很多 那現在的話就是現在放鬆下來一點了 但是還是他還是有點興奮 他很想去探索 那剛才帶往小豆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可能就是呼吸道有點感染了 然後呢給我們開了一點消炎藥 那一共花了多少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太亮了 也是80塊7毛 抗病花了53塊 然後10塊錢的那個因為我們是walk-in 我們沒有預約 然後給了40片消炎藥吃10天 如果10天可以好的話 就是可以好一點的話 就不用再去拍X光啊什麼的 不然的話要拍下X光 那我給大家看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狗醬下來一整個 箱子先拿掉 那狗醬下來 他這個地方都是氣管 然後我只要稍微 所以就是你看就輕輕這樣子 都沒有說用力 他就會這樣 那天晚上是咳一整個晚上 把我快嚇到了 不過現在是沒什麼事 但偶爾還會這樣子咳一下咳一下 那也不太對勁 所以說大家去看一下醫生 那現在給他吃消炎藥 那夏頭這個人呢 他是貪吃歸貪吃 但他不喜歡吃 你真的是很難受 這個就一點點消炎 我看他吃不吃 進去 快 我看一下如果能引誘他 如果能引誘他把藥吃進去都沒事 如果不行的話那就真的是 來夏頭吃不吃 你看你看 一臉嫌棄一樣 你看一臉嫌棄一樣 真的不吃啊 換個方法 把藥夾在零食裡面 包裹在零食裡面 包裹起來 這如果能 這樣子看行不行 好像被他發現了 吃進去了 你也太屌了吧 你把零食吃了 然後你藥王給我吐出來 你當你是誰啊 唉 大家看 我無奈 嚇到每次吃藥都這樣 我再來再試一次 別給我再吐出來 吃 你不是真行嗎 天啊 沒的辦法 你也太厲害了吧 你以為你吃魚吐骨頭啊 骨頭沒見你吐過 既然他不吃 那我只能沒辦法了 只能是 我以為他平時殺蟲藥 我都是都沒辦法 怎麼哄怎麼騙他都吃不下去 所以最後只能是這樣子 要讓狗狗吃藥 就是強制他吃藥的話 就是把它放在他舌頭後面一點就行了 只要舌頭後面一點 不是塞 不用塞到他喉嚨裡面去 只要放到他後面舌頭後面那麽一點 把嘴巴張開 然後要往 嘴巴張開 放到舌頭後面一點 搞定他就吐不出來了 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是不是 臭小子 給你一個零食 想你一下 yes good boy good boy 早知道我就 直接就放進去就完了 真的是 還給你 太屌了 我還能吐不頭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盡可能回答你 也請大家點贊 關注 訂閱 分享 感謝大家 拜拜 感謝大家